我經常覺得每個地方都像人一樣 有不同的性格和特質 東平洲這裡給我的感覺 就像一個很容易相處 會說到很多東西給你聽的朋友 這裡周圍都很容易走 而且真的有很多很漂亮的岩石 很值得去看 記得以前讀書的時候 我也有讀地理科 因為書上面也有看到很多 這些岩石的圖片 都覺得已經很漂亮 但也不及你親身來到那種感覺 感受那麼強 所以其實知識的東西 不只是在書本上才可以得到 沒錯 尤其是如果喜歡大自然和地質學的朋友 一定不可以錯過東平洲這裡 尤其是後面有一個很特別的海食柱 斬頸洲 斬頸洲和主島之間有一條峽道 這條峽道就好像被人用一把大斧頭 斬斷了 於是就有了斬頸洲這個名字 這條南北 雙通的峽道大約闊五米 高十米 長二十多米 無論從哪個角度來看 都是相當之壯觀的 而它的形成 就是跟岩石的哲理有關 現在看到斬頸洲就是分開了 變成了一個海食柱 但其實當初 它們是連在一起的 其實這裡以前 它應該是曾經出現過一個海食洞 經過侵蝕之後 慢慢變成了一個海食柱 同時在後面也出現了一個海食洞 當它們日子又久 來侵蝕的時候 它們相通了之後 就變成了一個海食拱 但當海食拱的頂都落下來的時候 就變成了現在的海食柱 分開了出來 眼前的斬頸洲 確實會令我讚嘆大自然的魔法 不過 除了斬頸洲的海食柱之外 這一帶的岩石 也有不少的特色 葉岩裡面有不少的礦物 例如我們之前見過的黃鐵礦 在這裡 看到另一個情況出現 明明紋理是橫的 去到這一幅 有一幅白白地一直落的 其實它就是葉岩裡面的那種礦物 鈣 它被海水侵蝕之後 在裂縫裡面慢慢走出來 形成一幅 就好像我們平時去旅行 很喜歡看的那些棕雨石 就是這樣形成的 這裏真的很漂亮 Amy 我知道你很喜歡這裏 對這裏很有好感 是因為在東平洲這裏 有很多關於地質的東西看 見識過很多東西 平時很多東西都是看書看回來 但來這裏見了這麼多之後 真的覺得自己 我見識多了 不過有人可能會誤解了 以為見了就代表認識了 就像我們之前見過的葉岩 很漂亮很漂亮的 但如果你只是很片面地略過 以為見到就是認識了的話 其實這樣不夠 我覺得一定要停下來 要思考一下 究竟它的過程 為何會這樣形成 為何最後會變成這樣 當中可能你才會領略到 一些道理 就好像平時我們的生活這樣 我今天上班吃飯 這天 但其實你沒有用心去想想 你今天有一個心情 是怎樣去過的 你沒有去了解過 你今天你究竟是做了些甚麼 其實好像日子日子 一天這樣過之後 你覺得好像你白過了 浪費了很多時間 有時候有些人怨 說如果讓我再選擇 我不會這樣選擇的了 我不會做這個決定的了 我會選擇另一個 其實就是時光倒流 讓你再選擇多一次 可能因為你沒有用心去經歷 去感受過 最終你選擇的決定 都會是錯的 所以我常常認為 無論去玩也好 去做事 甚至做人 其實有時候不可以太懶 要用心去感受每一刻 想想為何我會做出這個決定 為何我最後的結局是這樣的 你不私勾一下的話 我多時都只會是重吐覆轍的 有人說人生如氣 但是真實的人生 不可以像拍戲一樣不斷重複 直至你覺得滿意為止 所以我們要懂得把生活的體驗 轉化成自己的智慧 這樣都有第二次機會來 我們才可以把握 好好發揮我們人生的這一齣電影 全球首個道交電視頻道 道通天地 www.taorist.tv www.taorist.tv